让你熬夜想念的人都是混蛋 你不一定要长得漂亮 但一定要走在漂亮的路上 只有你不断强大 世界才能柔软 只有你可爱 这世界才能变得更可爱 不是只有内心强大 可以成为武器 美丽也是一种武器 代表你对人生的某种坚持 和对优雅的执念 那些在意外表的人 都是狠角色 重视金钱并不俗气 千万别假装不爱钱 当你又美 又能金钱独立时 世界才会开始美好 你可以有糟糕的爱情 但你不能放纵自己 过一个烂透的人生 得不到回应的付出 就要趁早离开 失败就是失败 它不是成功之母 对于人生平凡的厌世 是因为你的格局太小 多去探索这世界的乐趣 不再觉得人生无趣 脾气这东西多了不行 没有也不行 别轻易辜负自己 你要勇敢 为自己发声 说不说我需要 我不愿意 该得体的时候 必须得体 该理直气壮 维护自己的时候 半点都不要怯懦 因为心不怕苦难 他怕委屈 今天一定要过好 因为明天会更老 真正让人遗憾的 其实不是游乐园的门关上了 而是他向你敞开时 你没有通通快快地享用它 对一个人最好的爱 就是你有陪伴他 或者带他去看世界的能力 让你熬夜想念的人 都是混蛋 人生有三大错觉 手机震动 有人敲门 和他很爱你 我养你这种话 除非是老爸说的 否则听听就算了 能被爱 被呵护 是非常幸运的 但你要明白 爱情是相互扶持 不是扶贫 婚姻是爱情的佳酿 不是物质的枷锁 男人固然要有担当 女人也不能逃避成长 希望你有伸手向上的资本 也有伸手向下赚钱的能力 只有这样 才会在拥有幸福生活的时候 心安理得 把一件500元的衣服 得有品味 那是你的本事 把一件白T恤穿的经验 更是美丽女人的本事 当你做到又瘦又好看 钱包里装着自己赚来的钱 克服从前不能克服的东西 你的人生 才开始真正的美好起来 你的生活 应该是精选之后的样子 别急着 把太多人和事 请进生命里 要学会专注挑选 甚至学会舍弃和拒绝 并为此负责 请进生命里